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三个坏男人被地狱使者成变成女人最终改邪归正的故事 当男人变成女人 第一个主角阿肯是全城最出名的发型师 所以当红的明星都喜欢找他做发型 除此之外,他的口才也十分了得 他的治理名言是 男人花心是博爱,女人花心就是滥娇 撩妹技术随手就来,把女人当成玩物 高冷美女主播琪琪就中了她的招 阿肯的前任多到数不清 而且个个都是极品美女 也正因为如此,阿肯不肯被一个人吊着 他背着琪琪还和其他女人勾搭在一起 第二个主角阿菲是个名副其实的乡巴佬 那为什么说他是坏男人呢 因为他们村奉行大男子主义 将女人都当成扫把星 甚至连女朋友都不能靠近自己 每次村里开会,女人都要戴上口罩 因为女人没有发言权 第三个主角是重变老板阿波 最擅长装可怜骗女人 女友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他掏出一百块就叫人家去打掉 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三个男人在酒吧一见如故 很快就混成了死党 一天晚上,三人照旧出门物色美女 很快,他们就相中了一个美女 三人跟着美女上了一架公交车 却惊悚地发现公交车的目的地是奈何桥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喊话司机 司机都不管不顾 因笑着将车开去了鬼门关 原来,美女和司机都是地狱来的使者 地狱里有各种生前干了坏事被惩罚的鬼魂 喜欢打架兜的小混混 就被惩罚日夜不停地乱砍 偷拍的狗仔就被惩罚日夜不停地抄写 他们仨分别因为用情不专 大男人,视女人如玩物 和装可怜欺骗妇女而被打入地狱 可是不巧每天犯罪的人太多 地狱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地狱使者只好放他们重回人间 不过必须要惩罚三人才行 于是,地狱使者拿掉了他们的命根 几人变成女人后,胆子也变小了 还要面临女人每个月都要来的那几天 阿肯这才明白 做女人的不容易 而破除这一切的办法 就是一个月以内找到一个女人 对他们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三人一想这还不简单吗 可是不管他们找多少人说我爱你 诅咒依然没有被破除 阿肯这才意识到 自己必须找到真爱才行 而他的真爱就是女友琪琪 可是他风流成性的事 被好哥们告诉狗仔 然后将他和历届女友的照片 偷拍登上杂志 过程堪比当年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 发行屋和琪琪的名声因此被他搞臭 所有人都嘲讽琪琪 是冷面女人假正经 琪琪的电台主播位置也被人顶替 阿肯去到电台找琪琪 可是琪琪已经失踪了好久 阿肯被电台台长请去做主播 还给他开了一档叫做 当男人懂得女人的节目 专门开到那些失恋受伤的女人 实际上就是每晚接听挨骂电话 他便将自己和琪琪的故事说给听众 终于有一天 琪琪任无可忍主动来找他 阿肯逮着机会让琪琪说爱他 可是琪琪愤怒的离开了 而阿肯回到家后看到女友发来的分手视频 女友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他了 分手后 女友还帮忙找议员支持他们村 村干不因此让阿肯放下成见 阿肯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找女友复合 女友很快原谅了他 可是却开始和他对着干 甚至还因阿肯不和他过夜 在外面找了新备胎 阿肯简直苦不堪言 至于阿波呢 就是肉体上比较难耐了 他因为怀孕被送上了手术台 女友在一旁细心的守护 阿波这才知道自己之前对女友的伤害有多大 不一会儿阿波生了一块叉烧出来 原来这是阿波做的一个梦 阿波被这个噩梦吓醒 可是他的肚子确实变成了一个大西瓜 而女友也因为被他伤害早已离开 三个人都懂得了自己犯下的错 多么的不可饶恕 可是错误已经铸成 只能寻求原谅 一次 阿肯在公司上厕所 被竞争对手任妖男偷看 发现了他的秘密 任妖男把这件事告诉了电台台长 台长和任妖男为了节目效果 设计套路阿肯 让他出席一个外景节目 节目录制当天 三人的女友也都出现 阿肯作为神秘嘉宾被请上台 却被任妖男当场扒掉了裤子 众人看到真相大惊失色 阿肯和阿肯以及阿波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三人在台上和各自的女友讲出心声 几人先后追着女友离开了现场 然后他们都得到了原谅 而阿波的女友也没有打胎 阿波很快就可以当爸爸了 电影就在这样的大团圆里结局了 有人说 从亚当和夏娃出现开始 男人和女人的斗争就无休无止地进行着 但是如果我们能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停止这场战争了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